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如何面对那次来与爱 你看 他笑了 直播间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 他笑了是不是代表同意了 在咱直播间说的哥姐们 叔阿姨哥姐们来 叫林妹 公平打林妹快答应来 才不要 公平打林妹快答应 已经是个特别的 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可以来的 真心的 你们能不能在缔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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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样 这啥样 苦咖啡 特意味着难受的吗 每一次走到你的长天前 看见你双眼那么漂亮 对吧 直播间说的舒爽一哥姐们 来直播间说的哥姐们 把站怎么还点的来 现在多少站来 把站点一点来 你没有跟你说 今天你又不答应的话 我直播间说的舒爽一哥姐们 进我直播间都不走了是吧 他们都不走了是吧 不可就留在这过夜呗 他说林妹比以前富泰了是吧 都说你比以前富泰了是吗 又说又一个说我胖了是吗 是因为啥 是因为 你跟我在一起吃的好吗 没有啊 那你跟我在一起吃的不好吗 我没有吃啊 那猪蹄 我的手没吃都给你吃的 我不给你烤的 我都没吃都是给你们烤的呀 嗯 直播间说的舒爽一哥姐们 真的啊 嗯 这样吗 直播间说的舒爽一哥姐们啊 现在是 呃 站不站这样啊 直播间说的舒爽一哥姐们 嗯 昆仑大哥你 你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昆仑大哥 直播间说的大哥大姐们舒爽一哥姐们啊 对小雅的一份厚爱啊 只要小雅今天找出了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 只要你们相信我们 对吧 我熬过这段时间 熬过之后 没有 林妹 嗯 你怎么想的 我没想的 我啥都没想的 那你要跟我舒爽一哥姐们说一说吗 说啥呀 我有啥可说的 我不会说呀 我要说啥呀 他们叫我抱你一下 才不要 是不是来 事故没打事来 才不要 真的呢 不要 不要我走了 我先走了 你们要这样我就先走了 我告诉你 不波浪 波浪不经 你看他嘴在一人 内心平静 他一直都合不上嘴是吧 那我不说话 你们要让我说话 那我怎么能合上嘴呢 你是不是感动眼泪都流下来 他感动你的眼泪都流下来是吧 我哪有流眼泪 你看哪有流眼泪 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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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你才能同意啊 说话说话 不要看着 怎么呢都同意来 说话 不要看着 不要看着 他妈说叫我跪下向你表白呀 不要 才不要 你在会同意 我不要 我啥都不要 我单纯 我就单纯出来看一下花的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对不对 我今天只是说这花 我出来看这花 干嘛呀这是 你今天想干嘛 我感觉你今天楼好奇怪了 今天楼 今天楼 今天我面在直播间说的哥姐 叔叔面前 我都已经大声说出来了 你说 说啥呀 对都天黑了啊 你们刚才没来啊 直播间说有说啥一个姐吗 我已经大声说出来是吧 你说啥呀 林妹 我爱你 我耳朵差点被你蒸聋 你声音这么大干嘛 我耳朵又没聋 我怕你听不见 我可以选择听不见的 对不对 你什么你这么大耳朵都要蒸聋了 我都说出了大哥是吧 你说 我现在我心里都蹦蹦跳 你能不能同意 不可能 你摸我心 我心里蹦蹦跳的 不 你摸我心 对 你用手摸摸我心 不要 你看是不是 光光跳 我不要 不要 我永远看到一个小孩 他 他穿 黄色的衣服 没有 没有看见小孩 小孩子不见了吧 没有 晚上了 又是穿黄衣服的 又是在这个上的腿里面 我没有答案 不要问我要答案 我昨天就说了 你们要问我要答案 现在没有 现在真没有 我说了 你们不 你们别这么说了行吗 怎么了 他们所有工夫都打出去 叫我抱你一下是吧 不要 你在 你们在这儿抱我就先走了 他们都说叫我抱你一下是吧 不要 那你手机给我我得先走了 我只是说出来看个花 你们干嘛 干嘛呀找狗子狗子去搞那个的干嘛呀 向日回家不是999多玫瑰了你往那边看来 船是向日回来 看见了吗 直播间说的梳刷一个点看见了吗 看见了公民党看见来 一望无际 看见了吧直播间说的梳刷一个点吗 漂亮吗 实时实景里面我真心的 我希望你 明天跟我在一起 哈哈 我们俩在一起一辈子 你说好不好 嗯 他们真的马上都点到10万炸了 点就点的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 还是你爸妈的事情你顾虑的 我说了的呀 我昨天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了的呀 你说清楚明白我没我没听见的 我说我不可能为了你 不管我家里 我也不可能为了家里 我就这边我就轻而易举的我回去了 不可能 你现在要问我要一个答案真没有 我说的很清楚很明白 昨天那个大哥说我优楼寡断 我说你说我优楼寡断也好 你说我那个一脾气一点就好 一抱就好 我说反正这你认为我怎样的就怎样的 你现在要问我要一个答案真没有 反正是没有 那你怎么才能有啊 顺其自然 感谢我大哥送的小红鞋 他替我送了你一个小红鞋 谢谢 那怎么能有啊 顺其自然啊 我之前就说了 我说你给我两点时间 我说你等不了 你可以不用等我 我也没必要 我也没有非得要说那你等我 我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 都不管不顾的 不可能我不是这样的能 我也不想我们的 我也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呢 牵扯了之后 任何的金钱任何的利益 知道吗 没有牵扯金钱和利益 那我弟欠你那么多钱 我没有还掉的话 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不用叫我还 但是我不可能不还 他跟你爸你妈说 当我屁里的行吗 不行 那你想我怎么能行啊 等我把钱撞了再说 那年小孩都有了 小孩他小孩有了就有小孩了呗 对不对 他如果我都说了 如果他能遇到更优秀的 是吧能给他帮助的 能给他相亲如宾的那种 是不是给他世界上都有帮助的 那会更好 我一直都说过的 我没有非得要说让他等我 或者是干嘛 你们现在非得要让我给你们一个答案的话 我都说了给不了 我昨天就说过了 昨天那个大哥也一直说我 我说那我怎么着 我说我说我把这些我说的话 你录屏一下去 我说你告诉眼看 他你自己是说 那我今天我自己说了 对不对 我今天是不是自己说了 那我这些直播间之后些人看着 那你说咱怎么弄吧 我今天也向你表白了 你那一直叫我就等你两年是吧 我没有叫你非得要叫你等我 我没有叫你等我 我自己给我的自己的时间 你给你自己等两年 那你给我什么时间呢 我没有给你时间啊 我没有让你等我啊 你能遇到更好的事故 是最好不过来 反正话我已经说出来了 你那一直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的 反正话我已经说出来了 你们现在一直你们一直都没有说 站在我的角度上 刚刚帮我考虑一下 只是觉得我不同意阳哥 就是我的问题 我的脾气大也是那个什么 你们一直在怪我 从来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我 非得要现在逼着我要答案 我给不了 有谁替我考虑过吗 将心比心 假如说你们家有一个孩子 有个孩子这样子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就觉得啊 他不用管家里 你们啊 他就有一只喜欢的去就是了 是不是这样想的 你们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 你们也能想一想 换位思考一下 我没有非得说让他等我 我也说不可能 不可能说为了 为了家里我不管他 如果如果不管他的话 我就这样 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 如果我为了他 我不管我家里不可能 我不是那样的能 那没说你不要管 你不管家里吧 所以我家里现在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啊 难道有错吗 我就觉得有错吗 叔叔阿姨哥姐 我们大伙都会理解你的 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姐吗 你们认为不爱就不爱吧 反正这是你们认为的而已 每个人都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去递另外一个人 他最终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我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了 你还没听懂吗 我能 我给自己两年时间 我把这个钱赚了 赚了 是吧 这是我的事情 你刚才问我了 我怎么想的 我是不是在想的 我是不是现在跟你说了 我这回是不是跟你说 我等我把这个钱赚了 等我家里我这个时间都是需要时间去的 不是说一天两天你就 你这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张哥我张哥说了 那你家里永远不同意怎么办 那我就永远不嫁呗 你们都说了 我也不配养哥 我不配就不配呗 昨天好多人都说了 就说我这种人配不上 这种人不配有能有能娶 或者是不配嫁人 或者是不配有幸福 好多人说过的 我不配就不配 你们认为我怎样就怎样 知道吗 因为你们都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 那我不是一个好人 那我不耽误他 大哥你怎么 大哥你不用说大哥 大哥你也不用说了大哥 我看着你公平打是吧 我该说的事情 对吧 我该表达我都表达了是吧 我的我的意思 我也说的很清楚很清楚 我说你们要现在要 非得要让我给你一个答案 我说给不了 说得说说阿姨哥姐 没说得说你给个答案 对吧 我就说什么意思 就说你父母怎么想的 咱们俩共同去创造就行了 对吧 现在没有 咱用这个双手创造行的是吧 我把这个我把这个钱还完了之后 对吧 我都跟你说了就一年时间 我会好起来的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你能好起来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绝对会东山再起的 我没有说你任何的不 你我直播间你这有些人看着 你们相信阿姨哥能多少钱吗 直播间这么多人 你这样逼着我要一个答案 你说你们说可以吗 你们考虑过我吗 大哥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你考虑过我了吗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的角度上替我想一想 我要不同意就是我的错 我要同意了 我自己心里我现在也过意不去 只能这么说 反正怎么着都是我的不对 这两个事情都不都都没有扯快多的事情 你爸妈这不行 咱们回去你爸妈这会跟你爸妈商量行的 对吧 我爸妈就算现在同意了 我现在也是不会同意的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我说的我刚才说的清天楚楚明明白白 你听不懂我几个意思吗 没听懂吗 我们俩非得要好好的话 我们俩可以私下来好好说的 没必要说当着粉丝的面 好像搞到别人都说我们在吵剧情 我们天天把这家里的丑事拿出来说 其实我不是非得要这样说的知道吗 就一个开心你来了我就直播 我就直播一会就大伙说这个事情 他们都想直播间说的 哥都说的就要看直播 所有的人都说我模拟两可 有楼寡断不肯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一直吊着你 都说这样子对你不公平 那我现在说的清楚了 那现在公平吗 现在公平了吗 我不同意 都是说那就是还不够爱你 那就是对你不上心 刚才他们都说了 你们可不可以现在先不要这么逼我 我求你们了 我也需要时间 我也需要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说你现在高兴了 你说一句我就轻而易举答应你了 然后后面呢 我什么都不用管了吗 那你担心什么呀 我担心的事可多了 你担心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你要这么想也没错 你如果非得要这么想没有错的 我担心的事情可多了 我家里不同意 我也不可能说现在就同意 没有直播卖货啊 直播间所有的输刷一个解冒 好多人叫我直播卖货 我没有卖货是吧 我这事情没处理完 我没有没有心事去 本来是好的好好的一个事情 他带着我出来 他说这边有花 他挺出来看一看欣赏一下 确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心情我本来我心情也挺好的 但是为什么说我会现在说闹的就感觉 大家都觉得说不闹的大家不开心呢 那是因为说你们现在非得要就让我现在要答应他 要给他一个答案 要给他一个答复 我真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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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吵真没有吵 我们只是说这么这个事情 我们需要来解决这个事情 就像他们昨天说了 我昨天开播的时候他们也说了 认为他你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的 不要说是模拟两可的吊着他 那我说我也没有说非得要吊着他 我只是把话说清楚了 对不对 我自己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真的公平的直播间说 梳术一哥姐们说 咱们可以用咱的双手 对吧 他们都说了 咱对咱们可以咱来也可以需要时间 咱来咱来可以努力就今后咱来吃不带货也行 都可以的是吧 但这是不是需要时间呢 不是说你现在你向我表白了 我立马就要同意你了 是不是需要时间去呢 今天不说今后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隐患一直跟着跟着 就是我北京我处理个事情一样 找我在处理 对吧 没有人几个人都懂你的心的是吧 也许的话啊 就是你当初说的话 直播间所有书上一个说的话 也许的话就不应该认识 所以说是我的错是吧 他每一点都好 心机善良 吃虎耐劳 他哪一点都好 就是刚才这个大哥说的话 这个姐姐淑婷姐说的话 就是认识礼是吧 就这一点我是最烦的是吧 这我心目中说 别的点我对他都认可是吧 所有的点我对你们嘎嘎认可是吧 就他认识礼这个 就是认识礼这个劲 我说句话就今天我今后我们俩在一起 就认识也许我们俩就成不了 别的点我对的都认可是吧 真的直播间所有书上一个姐妹说 我小羊在你们心目中 我不管说我小羊好与坏 我追起码 我心能冲感的心 今天挺乐呵的哥哥姐妹说一妈 这来这块的大伙看过香花 看过香日回 这一大片香日回 挺开心快乐的 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姐妹 刚才我一直大伙说叫我叫我叫我说 是吧也没毛为直播大伙 有说有笑的乐呵乐呵 对吧还不直播间还有人气 没毛为我都会梳杂一哥姐妹 我已经没想到今天就整了一梳杂 真都是 小龙你给他送回家啊 给他送到地上送回家的小龙 两个人最终是不是要 直播间说的书阿姨 两个人最终是不是要表态的 我好多那边铁粉都跟我说话 杨哥你又是个爷们 你给你表态的是吧 你不要当我那姑娘是吧 你不行行也不行的就表态了是吧 我表态了不是没表态是吧 我今天下午为啥我给你说个秘密 一会让你带哥去啊 我带你本身下午的话 我就会说个秘密 我连 我连啥的这是什么时候的父母说 我都定了我都我都想好了 我现在晚上带他吃个火锅的 顺便啥的叫他看看就是女孩最喜欢的 当嫁给一个男孩的时候 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 他自己最喜欢穿啥呀 我穿都看好了 我也给他个惊喜是吧 所以说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嘛 真的啊 他弟弟给我惹祸 惹了多少祸 对吧 在云南云南惹祸 在一五一五祸也祸 在江西江西惹祸 我小元说什么了 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嘛 这都跟我还我的钱没有关系的 我们俩是跟这钱一点关系没有 对不叔叔阿姨哥姐嘛 都扯不上皮的 都不是一个逻辑 我就想不明白了是吧 那什么是不是我亲的兄弟给帮给处理了 要不他早就他早就他早就砍瞒头里 砍窝头里了 你们说对不对 叔阿姨哥姐嘛 今天直播间所有的叔阿姨哥姐嘛 崇津以后感觉 不要谁都带着劝我怎么那么地 是吧 就跟他说话顺其自然吧 是吧 我都不跟我 我干这给我干这给我气 我这我心都只得是吧 本身开开心心的 两个做直播 来之后晚上我去吃个饭 我把东西都我都准备好了是吧 我去今天晚上本身我现场直播 因为这直播聊我天 我就我到时候去了是吧 想要永久泪麻醉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还不能